用著比臉還要大的雞排 立法院財委會的趙偉羅明財 兌現了他的承諾 因為先前他說 只要臺股站穩兩萬點 他就要請大家吃雞排喝真奶 三號臺股反彈 大盤指數中場大漲了兩百九十三點 重新回到兩萬三千點之上 而他也趁了中午時間 準備了一百六十份的雞排 要請大家吃 連不是財委會的委員 都聞香要來湊一卡 在場包括機管會主委彭金龍 財政部長莊翠雲 央行的總裁楊金龍 都吃了這份股市雞排 而這已經不是羅明財第一次請客 二零一七年臺股睽違十七年 重新站上萬點大關 他就買了上百份的雞排 請官員一同享用 而他也誇下了豪雨 希望臺股要繼續漲 等衝破了三萬點 他再來好好想想要請大家吃什麼